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到说在整个这次2012总统选举的过程中看见 除了国民党民党非常激烈对峙 这是民主政治常态以外 其实亲民党也出来有声音 展现出在台湾这个社会中 两党都不符合民众的期待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下面先来讨论一下 就是亲民党宋楚瑜主席 那么最近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我想特别我们要请教一下洪理事长 就是说在过去不管是绿营也好 自由时报也好 对于宋楚瑜是相当程度的打压 或者是所谓的反对 或者是对他很多话都表示异议 但最近很特别的一个反常的现象 就是是不是在选举中的一种重症摆核跟运用 就是说绿营的部分 第一个我们看到苏贞昌 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 谁都有权利出来选总统 那当然也是事实了 那么另外当然也是宋楚瑜先生 接受自由时报整版的报道 我们这边有一份报纸 整版的一个报道 那么当然我们也很关心 就是宋先生他在2012的一个态度 那是不是那个洪理上可以从 你比较了解绿营 跟我们谈谈观察是怎么样 因为我基本上不太像传统的政治人物 没错 所以我的表达的方式我想会不一样的表达 我个人认为当然从政治学上来说 在政治上你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有没有永远的朋友 你完全是看照你的利益 你的政党的利益 然后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 我这个时候该跟谁结合 我该跟谁结合 然后以获得政权为最高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政党存在的形式 那么到底这样的存在的形式是好或者是不好 那当然值得讨论 那我个人是强调逻辑的 我觉得政治也是一个科学 它是一个社会科学 它基本上它有它的逻辑 它的一致性 任何一个政党它都有 必须要有它的fundamental base 你的基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然后如果你跟你差异很远的政党结盟的时候 你的知识会觉得奇怪 你突然间一个左翼跟一个右翼突然间结盟 为了要做一个联合政府 你的支持者会觉得说 你完全为了一个权谋 所以我认为任何的政党的合作 它必须要是有它的 当然有它的共同利益 同时它要符合多数的社会的期待 更要符合它的选民的期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上面来说的话 宋楚瑜省长 我想大家都认同它的能力 而且它的运筹帷幄的能力是非常的强 它从年轻时代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它都是大家认为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典范之一 那么在这个时期 我个人认为94年到98年 是宋先生的黄奸时期 他的黄奸时期 2000年那正是他的政治高峰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新票案的时候 宋省长已经是宋总统 所以他当时以一个非常低的票数 他落败 那从落败到今天已经12年 这12年的宋先 他曾经在04年的时候连宋和 连宋和那个虽然 那就是一个国签合作的一个 最坚实的一个合作的状况 而在连宋和的时候 宋省长也没有机会成为宋副总统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做一个政治工作者 你就要知道在整个时事的演变的当中 你个人的作为 有的时候不是可硬作为的 我觉得农云台的那个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就是1949 你看到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历史在演变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一些少数人 能够去改变去撑的 好 那么现在就说宋先这一次 他创造了这么多的媒体的空间 或者说因为台湾真的是媒体空间 台湾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媒体 长期以来是这样子 一种不负责任让整个社会 对于一个事实的真相 和诗变的能力相对比较少 我觉得像《醒报》 这个收视率是低的 因为它没有尖锐的那种血腥的 我觉得《媒陀》的这种所谓小报 以及它这种媒体的那种控制 最近所展现出来的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 虽然我们台湾有另外台湾的一个生态 每一个报纸大概为了它的 为了它的 我觉得每一个报纸都为了它的一个基本的 它的想法在存在在编辑 那很多时候会让很多人 现在就是不看电视 好 那我们请教一下杨教授 刚刚其实宏理事长 其实从一个比较高度 不是完全是绿营来看问题 就是说其实在政治的运作中间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其实相当程度显示出 清明党的主席宋楚瑜相当程度的反映出民间的期待跟社会的需要 那么也再加上刚刚所提到说 其实政治的合作或政党之间的综合反应 也还是有它的逻辑可循 从政治学的观点怎么看 对于政党的出现 我们政治学有一句也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一个政党的出现 等于是社会分裂的制度化 就是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有这样一种分裂的因子 然后政党的出现 使得这些分裂的因子 结合在这些不同的这个打派之下 去支持他们理想中的这种候选人 然后就使得这个开始有这个民主的这个竞争跟对抗 那我认为从宋先生他过去的从政的过程来看 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这种错误 就是他其实实际上他的这个亲民党会出现 或者甚至更早的新党会掀起一阵的这种旋风 那其实反映的就是说 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存在那种分裂的这个因子 他没有注意到说 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媒体被报道 或者是在社会上可以掀起一片的这种 大家对他的这种热忱 是因为社会的分裂 他不是这样看 他认为说这个只是一个国民党 我拿这个来作为跟国民党领导阶层 来做对抗或者是谈判的一个筹码 所以使得这个这些领导阶层 一直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社会分裂的这个因子 来建立起他政党的认同 所以我今天亲民党被人家批评最厉害就是说 那你的路线你的政策是什么 那他并没有提出一个 就是一个很凸显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一个路线的这种方向出来 使得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往往就决定在人的因素上面 就觉得宋先生好像能力比马先生要强 我们是不是给宋先生一个机会 都变成一个人的这种选择 那其实这样一种选择 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 这使得我们这个民主运作变成一种派系之争 没错 我想不晓得罗伟同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 就整个社会上本身就是分裂的 那么再加上碰到一个宋先生 大家相当成有某种期待 而事实上就整个亲民党是否提出一个真正的政策 您怎么看 其实当初亲民党在创党的时候 当然他是有他的一个时空背景 那个是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总统的那个大选以后 那宋主席他若勋 那若勋以后当时就有一股很强的支持者 希望他能够来带领那些跟李登辉的一个思想不同的 那个国民党的一个体系的一个 一个那个这样的出来 你看能够有一个改革 当初新党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 所以当然就说国民党都产生新党 跟产生亲民党 其实这个两个总统为什么会说戏出同盟 最起来就是中心思想是一样的 两岸政策是一样的 还有一些相同的那个国家的认同度都是一样的 那质疑是说 到底是说他对于一些整个一个施政的过程 施政的细节 那当然也有他的一些不同 那今天我刚刚讲到一半 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会有宋主席会出来 那总统原因 假如今天马总统的支持度 有六成以上七成以上 那就不会有宋主席了 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个我想那个自由失败也不会还问他了 对 也不会去那个吧 那就是因为在整个的一个患然的支持者之中 大家都有一些很误主就认为说 好像怎么会国民党执政执政成这个样子 那个为什么会那个支持度这么低 那好像很多政策都没有办法尽人名义嘛 那好像跟名义好像背离 有些又看到是说 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一个一个支持者那种那种离心 就很多我要韩内投票啊 或我要怎么投票 或我根本不投票啊 那那尤其民家说 哎是不是有能转头组的啦 那这一些那怎么办 让他是不是拱不回来 那尤其是以宋先 就刚刚大家都没有人火认是说 宋先他当时在当省长 或是他自己本身的当国民党的秘书长 或什么他的一个协调能力 他的一个执政的能力 还有他的所有的一个建设的能力 尤其在中南部哦 中南部到处很多人在怀疑宋省长 尤其是八八水灾那段时间哦 对对 大家都就哎 假如宋省长在的话有多好 假如今天是宋省长在的话 就不会这个样子 就一种怀孕的一个心情的时候 那宋先假如说到南部去 有很多人这样来跟他讲 那你想他心里会怎么想 那我来做一定会做得比他更好 我来做的话一定台湾不会这个样子 我来做的话 像农民不会香蕉卖不出去 那那个那个现在不会不会失业不会这么高 那自然就有一股好像说我来做的话会更好 那这样造成这样 或者当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亲民党的立法委员 事实上在社会上来讲 大陆认为说也是比较优秀的 比较肯做事 也就是说宋主席比较所推险的立法委员 好像比较能够做点事情 而且你看都是要捍卫整个国民党的目前的 其实也都是亲民党的 所以社会有个期待 那是不是也是促成宋天他愿意说 是我们自己再来把亲民党再重新再盖起来 或把亲民党重新再组合起来 那在国会里面是不是能够发挥一些力量 那这样的话 好 洛威你要不要回到亲民党 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国民党民党亲民党到底谁最关心老百姓 那么从刚刚三位的讨论中 我们大致上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今天这个总统选业是如此的拉锯 以及跑出一个第三势力出来的真正的原因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再来讨论